大家好,我是小华讲 今天我们来聊聊三角梅的配土 该怎么配土呢 让三角梅长得非常旺盛 容易开花 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的三角梅 都是用原土种植的 原土种植三角梅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土是容易板结 第二,土上由于板结不利于根系生长 再者,三角梅本身根系都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教大家以一种简单的方法 来配比三角梅的土上 材料也是非常简单 第一种材料就是圆土 圆土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它来自于自然,方便管理 第二,是比重大 防止用纯机制种植的机制过氢 导致出现倒浮的情况 第二,是羊粪 羊粪来自于自然属于有机制 它会通过分解改良土壤 同时也起到一个肥肥的作用 是非常好的 第三,是椰康是一种可再生利用的资源 价格也是十分实惠 也起到一个改良土壤的作用 第四,就是珍珠岩 珍珠岩价格也是非常便宜 也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可以增加土壤的渗水性透气性 比例是怎么配比 就是一比一,比一,比一,四个一 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认为是一个相对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土壤配比方法 种植三角梅相对也会长得是非常好的 也非常适合家庭养殖 也可以避免土壤因为比例过重出现板结的情况 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口述的方法和大家进行一个配比 因为我身边是现在是没有这个材料的 只是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比例 今天我们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氧化有问题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 我们后期也会整理陆续的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们 ¿ deste Gefühl?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他点赞 点赞 点赞 A 点赞 点赞 点赞